中国体操出过李宁,李小鹏等一大批,优秀的体操运动员的,和跳水队不同,体操队的姑娘似乎并不能像郭晶晶,吴敏霞一样找到合适的归宿,好多体操运动员,也经历了比跳水运动员,像前辆那样更多的波折。 北京奥运会的调皇王子陈一斌就是个相名的例子,跳水队的田亮退役后还能有观作,陈一斌只能自己打拼,这都和领导是坏有关系,相信很多中国体育迷都还记得2012年伦多奥运会上的那一幕。 陈一斌激进完美的表现,却在台派的争议盘拔,下直取的一枚银牌,再后世界多国媒体纷纷表示质疑,就连英国自家最著名的BBC都发文力挺陈一斌,他用金牌的动作,却只得了银牌。 他虽然输了金牌,但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,虽败有荣,陈一斌虽然对银牌事件表现得足够大度,但也确实影响到了他的心理和状态。 2013年,上处巅峰的陈一斌突然宣布退役,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惊讶,但是原因不得而知,直到最近陈一斌在一次采访中透露了自己退役的原因,退役主要不是因为伤病,而是因为被孤立。 上半年我被天津队选中参加全军会,随后的全队的聚餐都没有人叫我去,把我孤立了,太心寒了,领队很势力,从来不关心我有没有伤病,只问能不能出战,不能救走人。 面对这样的状况,陈一斌只能选择退役,退役后,陈一斌除了读书和参加公益事业外,给自己定下的最大目标,就是找个女友结婚,善良,孝顺,聚会。 对,这是一斌的择偶条件,2013年陈一斌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体育明星,前往英国埃塞克斯大学,进行完西亿州的学术交流和访问,而她的女友丹近期担任陈一斌的翻译,两人在英国一见钟情,很快追入爱河,收获爱情的同时,陈一斌也收获了事业,她凭借自己的明锐嗅觉,搭建了一个平台, 专门内退役运动员及公职业培训,帮助他们靠专业技能实现就业,随后她又成立运动健身健康管理公司,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,自己做老板。 如今,陈一斌的公司已经在北京、沈阳和天津等多个城市,开办了超过六家的高端会所,事业可谓整整日上,成为了一名创业达人,过去的心酸已然成为陈一斌的动力。 祝她越来越好。